黎智英你觉得最后会怎么样 黎智英我相信是没得走的了 断奸是无可避免的了 坐多久了 断奸的年份就是 我们新频道的同事是很耐力的 所以有很多节目我们将来会有字幕的选择 会有繁体字和简体字 你喜欢看普通话的简体字 简体字可以选择 或者是繁体字都可以 欢迎大家收看C对话 和施老板 今年是2020年应该是最后一集 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也是12月底的 不过可能过了几天已经是2021年了 那孙老板应该都是说快乐快乐 快乐 好 我相信来近一年都是很多变化 很多 就是2022年所积累下来的事情 可能陆续会水落石出 会有一个更加明确的结果 好 其实我今天就是想说两部分 一部分就是你刚才说的 究竟2021年整个大局怎么看 第二 还有另外一部分也有趣的 通常我们说政治四大天王 包括哪几个例子 例如黎智英 陈方安生 陈日君 李柱铭 这四大天王 中央都不是很适合他们 这四大天王 其中有一个我想问一下 很多泛民的人 有议员都是 对啊 我走了路 就只是我去保前途 或者whatever 就是移民了 为什么黎智英先生他不走呢 分开两个时段 一个他在被捕之前的取态 一个是被捕之后的实际警方 被捕之前其实黎智英也是作为反对派的 主要旗手 是领军人物 那你刚才说四大天王 陈方安生已经是 在政治上已经是低调了很多 尽量都不出声的了 即使是李柱铭 在有些问题上的取态 其实也有些地方甚至转了口风 那陈日军应该立场会坚定一点 但是似乎他和梵蒂江在很多政治问题上的取态不得一致 那他也属于还是教会里面的一个人 那他也多少受到梵蒂江某的影响 那这段时间其实主要在领军的是黎智英 那如果连黎智英都轻易说逃亡的话 那香港的政治运动有谁去坚持下去呢 所以他在最初的时候 当有一些其他人走的时候 他曾经表态会流下来继续这场斗争的嘛 那另外他还有将传媒《苹果日报》 都是要他在那里坐镇 才会坚持走到现在这样的路的嘛 那所以其实他是整场斗争的需要 这场斗争 刚才你说四大天王而已 但是这场也是国际性的斗争来的嘛 是中美国力的一个表象 因为背后还有很多力量在此参与的 所以不是他说移动就可以移动的 他也要人在江湖也身不由己的 这个是他在未被捕之前 他也还有政治上需要扮演的角色的嘛 就是后面是很多力量很复杂的 不是一个个人说从政今天就 从政明天就金盘洗手 他也没有那么容易的 那这个是他在被捕之前他的角色 那被捕了之后你说干什么不走啊 不是那么容易走嘛 那些小人物走了没所谓那些 你还有机会拿张假护照啊 或者坐快艇啊 有机会走了他不坐花艇 坐渔船坐商船 香港海上很多往来的嘛 要走呢 如果普通人呢 就都不是一定没有机会走的 而且是他不是一个普通人的嘛 有很多政治力量 如果真的想他撤离的 这样就会有机会走也不出奇 但是现在他因为是一个领军人物 和北京对他很重视的情况下 都不是说走就走 一个现在我相信他住的地方 都到处被人监视着 他一出来就会被人吊住了嘛 除非真的有人扮假的进去 出去了换过 扮回进去 但是应该难度是高很多的 天天都被人监住的 那所以他现在走呢 我相信就不是那么容易 另一方面呢 现在其实人民日报之前 发表了的那个文章 就是表示的态度 如果香港的司法系统 连这样也做不到的 可能这件事就留给北京去处理的了 因为根据国安法有一些特别严重的案件 受外国影响案件可以拿去大陆处理的 那我相信现在先先就是由律政司去上诉 而人民日报的表态 其实是告诉香港的终审法院听 其实信息很明确的了 其实之前我也说过了 香港的法院如果是扮演不了这些角色的话 我说有些东西可能会失去的 就是如果我们珍惜香港还有一些 譬如有终审权 有内际法官 有相对独立的 就是司法制度 那我们要扮演到一定的角色 我们不去随便踩北京的红线才做得到的 因为香港的相对独立 其实也是要北京富权给香港有的 如果这件事是损害到国家的利益的话 损害的地方严重到一定的程度 北京是宁愿收回这个权的 尤其现在和美国关系已经恶化到这个程度 你以前都说不看真面看佛面 佛都和你死过了 那你有什么看不看佛面 所以我自己相信 如果香港处理得不好 譬如我自己觉得司法界 法律界或者一些律师 在评论这些事情的时候 都没有对后果的严重性 作足够的评估 因为有些事情不是你怎么看 你还要看中国政府怎么看 中国政府可能会有哪些行动 就是我之前也举过例 以前新加坡初期都把终审权交给英国书物园的 但英国书物园有一次判 判得李光耀不喜欢 李光耀就把终审权 从英国书物园收回 或者新加坡自己去判 那大陆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如果发觉说香港的法院 都是有一批人和他对着干的 就是他先先第一步做的是某一些的案 会不让香港判 就是和安法有关的案 不让香港判 如果这样也不够的话 可能他会觉得外籍法官是不可靠的 外籍法官是不可能同时为中国的利益着想的 他可能不让外籍法官在香港质疑 如果他再觉得香港训练出来的法律工作者 都是不可靠的 那可能你在香港要做法官 要做律师 可能先要去北京考试才给你做 那这些当然是去到极端的情况 但是如果以香港现在法律界那些人 讲话的取态 我相信北京都觉得这样是不可靠的 跟他的基本立场不一致的 所以起码在这些政治问题上 香港的那个司法权可能被收回 就是我希望就不要搞到严重到是整个终审权都被收回 或者整个香港的司法系统都要重新去达建 那么最好就影响越少越好 最少的影响就是就是 就是现有的系统 总结了现在香港的实际处境 知道哪些东西有得做 哪些东西没得做 反正最后都是没得做的东西 你没必要现在去挑战那条红线 所以这个是看香港的司法界有没有自卫 为香港保留最大限度的司法自主 如果是做不到的东西是可能因此而失去的 明白 因为之前是黎智英在24号获准保释 我记得是《人民日报》出了一篇文章 就是他说如果黎智英 如果走了谁来负责 是《人民日报》写一篇文章 所以其实是看到中央可以给黎智英来保释 已经有不满了是不是 那不用说了 我刚才也说得很清楚 不是对黎智英不满 而是对香港 对法庭 是的 他们的取态 他们的定位 以现在的定位 比如梁家杰那些说话的方式 说话的取态 最终是连香港的终审权都会丧失 连香港培养出来的法律家人士 是不是就这样可以在司法系统里面 也会与服务的机会也有机会丧失的 明白 黎智英你觉得最后会怎么样 黎智英我相信是没得走的了 那一种真的是北京 坐多久 有一种就是政治交易 交换战夫 交换你抓了我的人 能不能换到曼曼洲就不知道 那北京现在是很硬的 不肯随便换 你换错了你就要放人 那但是政治有时候 背后也有讨价还价 或者美国有些换了一些北京的人 我们不知道 那北京有得拿来换 那拿来换也不奇怪 换了譬如《苹果日报》不再办 黎智英离开香港 这个就不知道了 但是如果从票面的情况去看 眼前看判监是无可避免的了 我估计判监的年份就是十年都无期徒刑之间的 我估计 嗯 OK 好 好 这一集已经足够了 我觉得这句都是大家自己 其实我觉得是你们 希望大家看回C对话 由去年开始我们有做C对话 其实施老板一直说的东西是逐步实现的 我记得有一集就说黎智英 我们的题目说中央一定会对付黎智英 这个是大半年前我们做的 因为去年我做的我忘记了 其实施老板的预测 每一集都中了 好的 多谢你施老板 我们下一集 我其实没有特别消息的 我的消息跟你一样的 我都是自慧 在电视上看到什么 我知道 因为你明白他们的想法 这个最重要 你知道中央的部署 多谢施老板下一集再见 OK